接下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首先先告诉大家 今天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 芒种 代表的是呢 来到了梅雨季节的最高峰了 阴雨绵绵而且高温湿热 也意味着正式进入盛夏的季节 在古雨的时候有说 如果在芒种这天下雨的话 那么呢就会接连一路下到农历五月份 好土地没有一处是干的 而农历六月份的天气呢 就会又干又热 就好像火烧大地一样哦 好因此呢 在今天的确降雨几率就是蛮高的 主要就是受到了华南雨区东移的关系 所以台湾呢 水汽都是偏多的 整天陆续都会有云汽 从台湾海峡移入台湾 西半部地区不定时 就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东半部的天气呢 大致上是多云 偶有短暂震雨的天气 因此今天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很高 出门的时候 务必要携带雨具来做备用 在温度的部分呢 北东地区早晚时候的低温22度 高温则是26度 主要就是因为白天的时候云量比较多 而且也会下雨 因此高温才会略微下降 感受上是偏凉的 但是呢 中南部依旧是高温30度以上 感受上是很闷热 提醒大家记得多喝水 也要做好防晒工作 好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到 从周三到周五开始都是水气偏多 但是呢 雨势不算太大 只不过呢 天气不稳定 各地都会是断断续续 不定时出现作雨的天气形态 好 到了端午节连续假期 就是从本周六开始 一直您可以看到持续到下个星期一 台湾附近的风场呢 转而吹的是偏南风 到时候天气会来得更加的闷热 同时呢 整个水气也会一路 顺着南风移入台湾 天气上来讲的话呢 是更加的不稳定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 也会增加 到时候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的部分呢 因此呢 端午节连续假期 天气其实是蛮不稳定的 有安排一些活动的朋友 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好 最后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天气小叮咛咯 各地天气不稳 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啊 行津山区的时候 由于这个土石松动 很容易会出现这个摊坊 或是落石的状况 大家还是务必开车要多加留意 以上呢 就是这个小时的气象资讯 提供给各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dog 别人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dog